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军方到底有没有诚意呢 立委蔡其昌爆料说军方发了简讯要求现役的士官兵 不准在网路上谈论部队的人事物 警告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蔡其昌于是痛批军方意图要隐瞒真相 而莫及洪仲秋倒地不起的这位C先生在今天爆料说 陈奕勋曾经威胁他 不准对外说出禁闭式的真相 立委蔡其昌秀出7月26号收到的爆料简讯 内容是国防部通知现役军人 上网别谈部队人事物更别泼照片 现在起防卫部会请通知部门清查 而且会乘报并惩处 还说请各位小心误以身试法 简讯中出现两个错字 大动作下风口令立刻因期反弹 国防部很清楚的知道 洪仲秋的案子很多的物证被消灭 人证呢因为深深害怕 那国防部再用这种简讯企图 来风口 国防部到底想隐瞒什么 下风口令的时间点就在军方贞结前夕 一封简讯时的部队中人人自围 有网友痛批政府退回戒严时期 还说军方公然恐吓不用判刑 到底司法在哪里 鸡先生到洪仲秋的林前上香致意 他挺身而出 还原当时禁闭式真相 却遭受陈奕迅的威胁恐吓 也对他下风口令 要他不能乱说话 对于陈奕迅能够交保 鸡先生相当气愤 什么样的人 就是一个不老实的人 就是会自己为自己解套的那种人 不会为大 就是为他所做的事情去负责 对 你觉得陈奕迅十五万元交保 你怎么看 我但是不接受啊 拜托 他是唯一就是超红州就最惨的 军检的起诉报告 以及让陈奕迅等人交保 已经引起社会公愤 如今又发生风口令事件 红案核实真相大白 大家都在等待 昨天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